減掉肉類減肥的角度 好 來看方法是什麼呢 只吃白肉不吃紅肉 減重的效果比較好嗎 來 選她 請選擇 翔哥跟我們不一樣 跟他不一樣 只吃 不是 不是說 怎麼樣 怎麼樣 不是說只吃白肉好嗎 不要吃紅肉嗎 不是這樣嗎 但是我們現在是有減重的角度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你可以堅持起見啊 對不對 那奇怪了 你們二分之一強 你們的搭檔差什麼 具現不一樣的 對 女生比較強 所以才二分之一 所以強那邊 這邊弱 如果妳自己主持節目就要改了 不 不 二分之一弱 對 可是沒有這個說法嗎 吃白肉不要吃紅肉嗎 是這樣子嗎 親親看搭檔來 其實因為紅肉最近營養師跟我說 它有豐富的鐵質 所以要吃 而且要均衡 但是因為懷孕的時候是不一樣 它會看每一個十幾小朋友需要什麼 比如說小朋友在十幾週需要的是鐵質 他就要你吃紅肉 後面可能已經差不多 他就要你吃白肉跟魚肉 會不一樣 喔 有階段性的調整喔 對 但減重的話咧 減重 因為我本身在懷孕之前 我的減重方法上面都沒有 我的很健康 我不知道營養師有沒有聽過一種減肥方法叫一定瘦 對 然後它只有八個要訣就是先飲後食 先飲 先飲 大家在喊口號對不對 對 然後後食 對 不餓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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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飲後食 不餓就停 什麼都吃 什麼都可以吃 但什麼都不要多吃 但是你在吃飯之前要先把湯 湯水水給喝掉 然後你在吃飯的中間不要再浸湯跟水 因為它會沖淡你的胃衣 會讓你消化不好 喔 對 然後我用這個方法是很健康 我什麼都吃 也沒有想 也沒有多吃 但是我在 曾經在一個星期之內 就瘦了四公斤 但是我要講 那瘦的不是油脂是水分 因為本來就是水腫 它只是代謝掉我的水分 我後來再瘦下來是經過大概四五個月 慢慢的再瘦到四十二 對 可是我 我真的也都是先飲後食 因為我發現 我自己以前開西餐廳 我就發現為什麼各國的國家 只有台灣是最後喝湯的 幾乎各國的料理都是飯前喝湯 然後台灣人腸胃特別差 對 所以後來我也是有聽洋師說 就是會重擔胃酸的這個道理 所以我一直都是先飲後食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水果不能在飯後吃 要在飯前吃 對 所以你有調整過 對 那如果回到紅肉跟白肉呢 你是認為你也是 要均衡是不是 我也是之前聽一個教練 他的意思是說 你減重的時候 你是要減掉脂肪的重量 不要去減掉肌肉的重量 所以如果摄取不均衡的話 有可能會減到肌肉的重量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要均衡摄取紅肉 所以還是要吃就對了 那我們來找一個最瘦的好不好 最瘦的 有嗎今天有來嗎 有有有有 今天很瘦吧 好 我有試過這個方法 就是我產後減重式的這個方法 因為我有聽說就是白肉的那個 熱量比紅肉低 所以那時候又有人跟我說那個 沒有腳的比兩隻腳的好 就像魚會比雞鴨好 然後兩隻腳的又比四隻腳的好 就是雞鴨會比豬牛好 所以那時候我產後之後 我為了要減重 我就豬跟牛我都不吃 我只吃魚跟雞 那雞我又只吃雞熊 水煮的雞熊肉 對但我覺得這個已經很好了 比吃什麼燙青菜啊燙冬粉啊 來的仁慈多了 而且我覺得蠻有效 我大概三個月 就恢復到產前的那個體重 很快耶 這樣瘦了幾公斤 差不多八九公斤 八九公斤 那米也沒胖很多 還OK 而且健康 所以這個只吃白肉 不吃紅肉的減肥法 到底有沒有效 來養老師 這件事情其實80%是對的 是對的 對80%偏向於對的 這終於答對一次了 好 看什麼你看看 所以現在六月要轉 六月 我們這怎麼好意思 我卡住了 算了算了算了 二分之一 然後咧 為什麼百分之八百 白肉其實有一個特性就是 通常白肉都是低脂的 所以相對脂肪低的話 你熱量也會跟著 跟紅肉比的話 都一直來得低 所以任何的 比如說海鮮或雞肉 跟牛肉豬肉來比 一定是熱量是比較低的 這是第一個特色 然後第二個是 脂肪也會比較低 但是呢 剛剛有講到 紅肉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 他很難避免吃紅肉 所以基本上你還是可以 吃一點點紅肉 所以你可以用80% 20%的一個比例去吃紅肉 那20%吃紅肉 你可以選擇一些 比如說像紅肉裡面 像牛腱 就比牛腩好 對 牛腱肉 就是一般你在吃牛麵 或是涼拌的牛腱 就比牛腩來的 油脂低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比如說你要吃豬肉 你吃豬的後腿肉 那種比較像豬的瘦肉的部分 會比吃豬的五花肉 來的那個脂肪 大概多個 將近五倍以上吧 那個五花肉的脂肪多五倍以上 同樣重量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如果吃紅肉 你要選擇對的部位 但是如果是吃白肉的話 我拜託大家不要一直吃雞胸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每次那個減重 我們同學都一直龜大牆 每天都食譜裡面都是 全部都是雞胸肉 對 吃白肉有一個訣竅是 你一定要吃的均衡 所謂白肉它有很多的選擇 包含魚肉 對 包含蝦子 甚至於如果你有錢 想要吃螃蟹 這個也OK 也OK 對 或是蛤蜊也可以 所以先 都是蛋白質 對 因為吃雞胸肉 我發現大概吃兩個禮拜 他們就會整個瘋盤 就會失敗 對 所以我覺得 網路上很多菜單減肥的 都是雞胸肉為主 那雞胸肉確實是 脂肪最低的 但是 要變化 要不然你其實會很癢不群 太乏味 那如果是魚的話 很多人喜歡吃魚腹 魚肚 然後特別有油脂 那也有油味 那那個是OK的嗎 它是白肉的 它是白肉 但是它是屬於油脂比較高 但是如果是深海魚的魚肚 它是Omega-3脂肪酸高的 所以相對來講 是偶爾適度吃是沒有關係 是健康的 是OK就對了 那如果真的有人比較偏激 完全不碰 有 缺乏蛋白質 會引起什麼後悔 其實第一個白蛋白下架的時候 就會重複的感冒 像我們很多病人 重複感冒 會 抵抗力變成 對抵抗力就會下架 所以我們都會要求病人 他的白蛋白要吃到4.0 我們去抽血的時候 我們要求他吃到4.0 4.0是多少 就是他的血液中的那個偵測的白蛋白 那每一個人不一樣 你可以從魚肉豆蛋 現在當然是豆魚肉蛋這樣來攝取 但是要吃到4.0 否則他可能感冒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不好 然後那好個幾天又來了 感冒 而且呢他們通常都會暈眩 然後會情緒不好 然後又會那個 就有的會有一些貧血胸悶啊等等的 然後血管啊心臟都會比較有問題 唉唷 那蘇星你醉了這麼久 有沒有這種真的在減肥 他就是不吃肉類 然後減肥減出問題的 其實還比較少 因為一般來講 真正會減肥 有去查過資料都知道那個蛋白質不能太低 因為太低效率差 對所以 但是有些人是特別原因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個醫生他就跟我說 他那個女孩子是怎樣 他們本來就是素食 他們吃素 然後他那個收出來他減重的時候啊 他就是除了他本來的那個之外 他就連那個 連那個牛奶 因為他覺得牛奶很肥 因為牛奶脂肪很多 然後他連那個什麼蛋也不吃 因為他覺得蛋的蛋黃的蛋固醇很多 表示應該也不吃 所以他就把他原來的素食之外 再把這個蛋跟奶都去掉 所以他就開始辭職一陣子之後 他就發現 確實也有瘦 因為他把量都減少了 確實也有瘦 可是漸漸就開始覺得 他就覺得很累 然後呢開始會容易生病之外 有一天啊 然後他就覺得走路就是很喘 然後想說完蛋了 因為又很累又容易感冒又喘 是不是肺炎啊 就去趕快去看醫生 結果醫生發現他喘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他那個時候已經很嚴重貧血了 結果他整個 包括除了蛋白質不夠之外 因為他可能本來的體質就不是很好 在這樣這樣攝取之後 他開始 就是嚴重的缺鐵的貧血 貧血是造成他覺得很不舒服很累 然後沒有力量變成喘 他說更嚴重 有些人真的 嚴重貧血到你這個血氧都不夠 還會有更嚴重的病發症 所以好的蛋白質很重要 那如果針對減重的話 譬如說 我魚啊蝦啊 剛剛講肌肉啊 那我每一天的量要多少 是不是有一個建議呢 其實有建議這樣的 比如說像魚的話 我們一餐裡面 我們剛剛講蛋白質會稍微提高 所以一餐裡面的話 大概是一個手掌大的量 這樣是OK的 那如果你要吃蛤蜊 可以吃到22顆 哇 這麼精準 22顆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在吃雞胸肉 你可以換成蛤蜊 吃22顆 蛤蜊感覺不太飽欸 蛤蜊就可以再多一點了 因為它小 對 蛤蜊可以更多 可以吃到30顆以上 對 然後如果是蝦仁的話 像我們一般在煮蝦仁 所以用海鮮 煮一些義大利麵 蝦仁可以吃到六條 所以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用蝦呢 六條 白蝦還是很大 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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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名蝦 他說的是蝦仁 還好沒跟你講是蝦米啊 對啊 蝦仁 那最大一點的蝦咧 其實如果是炒蝦的話 因為它比較帶咳的 所以其實反而可以吃到7到8隻 都可以 對 都算是在低脂的肉類裡面 所以也可以 所以這一點我們就在一個量跟方向 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以減掉兩餐的方式 來減肥 什麼意思呢